如果总是擅置为身边的人撇标签 很容易会伤害到别人 他们都说我是土匪 绘本作者曾凤凰 以绘本提醒大家 不要擅置对身边的人下标签 藉由这个创作让大家可以思考 很多事情的真相是我们可以加以求证的 这次创作的是 我们之前有很多就是在这次像假消息 或者是说我们有时候先入为主的观念 有时候一个事实的呈现 但是我们没有经过求证 然后我们就会就是说 因为我们自己先入为主的观念就说 到底这个事实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这个故事就是叙述说 其实狮子他就是被人家误认了 他是个强匪 然后大家不相信他 结果他经过了一些挫折之后 大家才发现说其实他是抓错人的 大家不相信他 所以他一直会觉得像失望 然后就是觉得说 最后他觉得自己没有信心 大家不断地就是欺负失之之后 然后是就开始认为自己是 真的是土匪 所以就是有时候我们在现实当中 有时候一件事情 当一件事情陈述到三的时候 你就反而自己被害人 就觉得说自己是不是真的是被害人了 现在的社会 我们常从网络 电视或者是他人的口中 并凑出我们想听的真相 但是误会也是传了很多次之后 也就会变成真实的事件 提醒大家面对任何事情 都需要小心的查证 十方新闻规文许建议 高雄采访报导 接下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